在新冠肺炎入侵我国的这些日子里 人民必须遵守严格SOP作业程序 一些部长也忙着处理各种救济国家事务 不过来自吹哨网站沙拉越报告早前爆料 只联邦池辖区部副部长山塔拉 自去年12月23日起便飞往国外纽西兰 不过直接一去不返 至今仍尚未回归 此举动引起全国人的质疑 指部长在疫情期间不守本分 能够请假飞往国外 前首相纳吉也质问 山塔拉是否真的已经在纽西兰待了近三个月 在普通老百姓无法跨州跨省的时候 一位拿着薪水的当选议员兼副部长 却可以跨越国界 根据报道 山塔拉的家人是纽西兰的永久居民 她的孩子则在奥克兰学习 山塔拉随后在脸书承认自己 确实去了纽西兰 博斥沙拉越报告的指控 她阐明自己请了55天的假期 是为了在纽西兰与家人团聚 我离开国家的目的 是为了探访在纽西兰的孩子 尤其是在深造法律系的孩子 此外 我作为负责人的父亲 也需要在假期履行父亲的责任 尤其已有一年未见面 此外 我也需要拜访 已经面对健康问题的妻子 她强调自己 在国会会议上 未曾缺席 首相署对她的选区服务 表现更超过99分 而且她去年3月10日 受委为副部长后 就不曾请假 她解释 本身是通过联邦直辖区部长 安努亚穆沙 向首相慕尤丁 申请55个工作天的假期 且在2020年12月18日 已经获得首相的批准 她说 她之前忙于副部长 和国会议员的公务 连9岁孩子的圣餐仪式 都未可出席 另外 她表示会在回国后 与律师讨论 起诉诋毁她的人事 公正党妇女组 要求山塔拉对此事 向全国人民道歉 或者马上辞职 公正党全国妇女组 通讯主任罗可歉 批评 前线人员为了拯救国家 牺牲了自己 陪同家人时间 山塔拉竟然 为了探望孩子 请假飞往国外 因此为了恢复人民的信心 首相必须开除她 显示政府严厉治国 她说 山塔拉完全没有意愿 缩短假期回来与人民 一同对抗疫情 却以私人理由说要履行父亲 和丈夫的责任做借口 而申请了55天假期 罗可歉在文告提到 许多前线人员 都是父亲或母亲 他们都牺牲了时间和精力 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因为他们了解到 前线人员的重要性 现在的疑问是 桑达拉目前所担任的职位 在行政中重要吗 简单的话 如果他获得首相 允许消失55天 这是否意味着疫情的情况 不像慕尤丁 颁布紧急状态 所说的那样严重 巫统最高理事 不爱说 人民对山塔拉 能够休55天的长假 感到困惑 而且他还能以探亲 为理由出国 不爱在面子书讽刺到 可怜的前线人员 要休假两三天都不行 更何况他们只是跨线 探望妻子和孩子 相反的 山塔拉说他要当一个 负责任的父亲 就可以跨国 前往纽西兰 他认为政府双重标准 他质问 难道只有山塔拉需要 成为负责任的父亲 而老百姓就不需要 好 你 sal为 Did yun 你猜 saud 有什么 别说 你猜 你猜 你猜